炎炎夏日不想要人挤人去海边 可以选择徜徉在浩瀚的疏海里 由海好书屋举办的海洋绘本亲子共读会 邀请拥有许多海洋绘本的海巫婆担任说书人 带领亲子聆听大海的故事 传递丰富的海洋生态以及保育知识 迎接这炎热的暑假 为了迎接夏天 位在花莲市区的海好书屋 今年夏天特别举办海洋绘本亲子共读会 邀请在黑潮海洋文照基金会 担任解说志工十余年 拥有许多海洋主题绘本的海巫婆担任说书人 挑选与海洋有关或故事背景在海边的绘本 在每周日下午两点 透过绘本分享与互动 带领亲子一起徜徉书海 海洋这两个日子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其实涵瓜的面向其实非常广 对那因为包含了里头的海洋的资源 然后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甚至于像近期包括了气候变迁 那海洋双化等等这些相关的环境的议题 那其实都发生在我们认识的这片大海之中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相关的绘本 那来跟孩子以及家长们分享这一系列海洋相关的故事 现在手上拿了这一本叫做 如果你想看金鱼 那这个绘本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金屯其实都在大海当中 但是它不全然就是 你想要看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你看 那人们需要有的那其实就是耐心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绘本 然后其实我们就也希望跟花莲相关的产业做结合 那一方面其实也结合了金屯方面的知识 来跟亲子们分享 围棋十周的共读会将陆续分享精彩绘本 同时传递丰富的海洋生态及保育知识 适合各种年龄层的大小朋友 7月8月9月都还有举办 欢迎亲子报名参加 更多活动详情和时间 可搜寻脸书粉丝页还好书屋 记者长方业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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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